苏东还谈到了对于第一学历 包括像有的专业 他的工作的分析 那么在被替代可能性很高的高位职业当中 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一个就是工资贸不高 另外一个就是不稳定 比如说你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 你像在苏州这样的城市 你加上各种各样的福利 现在目前一年下来 最低最低也得七万块钱左右 那如果你稍微能努力的话 有那么两三年工作经验 那么你在三十岁之前达到年薪二十万 这个事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不是特别的难 但是对于有些行业 它就很难了 比如说像理发师 像健身教练这种 那你从初级的一个工作人员 从业人员 然后你想成长到年薪二十万 甚至年薪三十万 甚至更高级别的人员的话 好像就没有那么容易 那么有些专业 有些行业确实是很容易 就会碰到你行业的工资帽 你的天花板 而那些有着高学历 和特别强的专业技能加持的工作者 那他可能就不一样了 他只要能跟得上行业的一个迭代 他可以持续的往前走 那么对于相应的低学历的人 包括说一些专业 可能选的不是很好的人来讲 这个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大家在看的时候 不要老是在评论什么 哎呀你就是想劝大家考研 你就是想怎样怎样的 你学历高低 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那么跟你自己能够有多少钱的收入 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好好想一想 你将来到了我这个年龄 甚至到了五六十岁 你该怎么挣钱呢